嗨,大家好,我是阿姨 现在逛街,最近喜欢烘焙 然后对这些烘焙的器具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哇,看这个烘焙的工具真的是好齐全啊 来到了一家Laduri的法式的茶餐厅 可以走到这里就被这里的颜色,这里的装修 吸引的走不动了 吃完了,刚才在吃的时候在沙拉里面发现了一根头发 然后我就瞧瞧地把它放在一片纸巾上 等我吃完的时候,然后我就说发现这个头发给我折扣吧 然后他们之前没给我折扣,给我一个账单是没有任何优惠的 后面我就说,原价不给我折扣吗? 来,I'm a selfie 突然有个保安走过来叫我不要在里面拍摄 我说我在自拍啊,但是也不可以,没拍了 本来我也快不快,无所谓 本来是想买一只,那个也不打底的,快没有了 但想着还有些用完吧 因为好多店都在打折,我买了好多东西啊,感觉 给你们看一下看我都买了什么 看我今天买了什么 今天买了一个粉色的碗和一个粉色的碟子 最近对粉色就是没有抵抗力 这都是在五月娘品里面买的,里面全场六折 然后我自己好像不缺什么,然后给家里的小朋友买了四件衣服 两个裤子,一双鞋子 觉得他们家的面料就摸着特别舒服,很适合小朋友穿 那家的小朋友三岁,110厘米,应该有点点大吧 大一点好,明天还可以穿 看这个是60,打完之后就是36 然后这个是organic cotton有机棉 85%应该是 哦,95%的棉 就摸着真的特别舒服,然后有两个颜色 一个颜色买一件 然后还有这个裤子 我这个裤子小朋友可能爱在地上玩耍 这裤子颜色比较精脏 而且这个腰这里弹性特别好 这个80打完折的话 6,8,48 这个是100%的巨蚁 但是摸着挺舒服的,特别舒服 还有这个leggins 这个leggins 50块打完折的话就是30 这个也是95%的棉 还有这双鞋,我这双鞋买的特别好 可能对三岁的小朋友稍微有一点点长吧 我不知道他们穿多大 好像是66,26公分 26码 26码的话 在网上查了一下 对应的应该就是16到17厘米 呃,长了的话叫他穿厚着的袜子 150,打完折的话 90块 这个鞋真的很软和 里面全是毛 而且不是很重,感觉很轻盈 而且挺防水的 还有这个裙子 这个可以当上衣也可以当裙子穿 现在的话下面可以配一个leggins 这个苏格兰的短裙 真的摸着特别舒服 这个面料的话比这个还要厚一点点 这个是150跟鞋子的价格一样 这是85%的棉 他还有个红色苏格兰格子 但是没有110厘米的 我怕妈小了他穿不了 还有这个T恤好Q 这个T恤50块 打完折的话就30 这个是还是100%的棉的 摸着特别舒服 给自己买了一个这样的长袖条纹 多少钱 才60 打完折36 哇 还有这个,这个袜子 这个袜子也特别舒服 30打完折的话18块 他写的是Organic Coat 有机棉 85%的有机棉 他还有另外一款 价格一样 但是摸着没这么软和 他那个条纹比较细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棉 含的是82% 所以我选了这个 哦,发现我买的都是条纹的 天哪 对条纹上瘾了 其实我已经有好多条纹了 为什么呢 给你们看一下 我已经有的条纹 看,这是我去年买的条纹 这是在哪个店买的 这些条纹 这些条纹也穿着特别舒服 颜色特别喜欢 还有这个条纹 这是个裙子 这个很修身的 长的裙子 哇 全部是条纹 封了 还有前一阵子买的这个条纹 这个也是长袖的 这个条纹我也挺喜欢的 穿着很舒服 然后 就穿着感觉 简单清新 我这个条纹就比较好搭衣服 然后 就比较洋气 就不会过时的那种 一堆的条纹 第一次在五云凉品买东西 今天就路过进去看一下 发现这个东西还不错 然后全场打折 我跟那个staff就确认 我说全场吗 这比较的都是原价 然后40%off吗 然后他说是的 我说why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December 原来就是12月份 December的12月份 基本上 基本上好像90%的店都在打折 所以 如果大家想购物的话 想过来旅游的话 就真的可以去好好的逛一逛 可以淘到不少好东西 可以淘到不少好东西 淘到不少宝